大家好,我是有哥,这把我们来到居港 我们看这个小一头提示 枪声也是从各个地方传出 不过还好的是我们有头有甲有枪 可以跟对方打一下 唯一不足的就是没有背镜 前面集装箱上是有人 我们这里也是用机秒去扫射了一下 把一个人给放倒了 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看能不能再去补一下 或者是把他这个其他队伍也接到 但是看了一下好像没有太大机会 我们来达到近点 从这边绕了一下 绕了过来之后看到这箱子上是有一个 把他给放倒 我们再往前面去找下他的队友 原点集装箱上面刚才有枪声在打我们 我们已经看到他的位置了 先磕一下这个止痛药 我们看这个人他好像是被人击倒了 那如果他那个方向被人击倒 需要八九就是在三舱那个位置 我们这里把队友也是先把他给捕死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先过去 来到他这片集装箱 再慢慢的往三舱方向去摸 走在这个空地上果然是没有那么简单 这侧面是有一个人的 我们再次把他给放倒 我们看这三舱方向的一个火力是非常的凶猛 队友是被击倒了 我们先来到集装箱下面 然后把队友也是搀扶起来之后 我们再来去往这个侧面 在大舱看不到的位置 通过一个视野盲区往前冲 前面这个地方是在打架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倒地 一个的话在跟对方对枪 先不死倒地的再击杀那个对枪的 等于是白赚了一个人头 那对方只死之后 这另一队人就直接想着选冲过来 那冲过来之后 我们就这先把他给放倒 他的队友也是马上又来到这个大舱了 而且与此同时 我的队友是在隔壁另一个舱也在打的 这是我朝天 我们看一下这个人位置 他是跑到那个集装箱后面了 想去甩一下雷 但是他刚才跑的过程中 我们以为他要冲我们 那他确定是没有再冲我们的情况下 我们再去丢个雷 看能不能把他给炸死 虽然是没炸死 不过把击倒人是补掉了 对方应该是怕我再丢雷 直接选择冲过来的 那他刚才肯定是被雷炸到了一点的 所以说是一个残血 也是很容易就把他给放倒了 我们看他队友又是来到前面大舱的门口了 那这对方的话到底还有多少人呢 这里对方看到丢燃烧瓶了 我们也是丢过手雷过去 对方也丢手雷了 就互相的来轰炸一下 现在我们有一个耳鸣的声音 先在这里继续的卡一下 确定敌方的一个动态 我们听到右边的一个集装箱 是有声音的 那我们这里可以想到 就是对方肯定是想绕我们的 果然对方是从侧面绕了过来 应该是想绕我们侧身 我们把这个人击倒之后 一定要时刻注意他是击倒 左侧这边三舱是十有八九 肯定还有队友要过来的 果然他是又冲出来一个人 我们再次把他给击杀直死 终于是结束了这一局击港的战斗 九杀成功的活了下来 喜欢视频别忘了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